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我今天穿成这样呢?因为我试着衣服不差再拍了 好了,自从奇门遁甲高师傅那集出了之后,大家的反应都很热烈 我看留言都看错了重点,但是我深信高手在民间 既然大家觉得盘不是这样的,不如大家又来解一下盘吧 我只会提供和高师傅一样的时空盘,就是我这一天出生 我们现在重温一下高师傅是怎样解我的盘 小时候比较闷淡,即是在家庭里面 家庭里面开心快乐的东西有,但自己内心会比较孤单 所以整体来说,物质是不缺,但你心灵里面可能比较孤独 然后清少女,开始你个人特别喜欢一些美感美的东西 你留意一下,即是个人比较艺术角度,各样都会 在那时候会慢慢形成了,而且留意很多东西都很细心 可以是很尊严下去的,你个人 在少年运的时候,会喜欢比较自由 越多人管理,其实你会有反抗力 所以小时候,我们说小时候 一些抗拒家长、老师那些都会比较自我一些 所以如果遇到一些人管理,泰国抗拒,可能关系就会变差 因为有个美感,有个艺术美感 通常越喜欢美感,就会挑剔,开始有完美主义 慢慢就会有一个强迫症 到了这个工位,你看到有一只马仔,即是奔波奴奴 但大家要小心,因为这里有一些圈圈的位置 一般的,什么为止一般的呢? 即是容易事倍功半 所以很多时候,辛苦,逆马动 但是回报是否一比一呢?肯定不是的 而且你自己个人,责任感很强 为了赚钱,为了心计,很多事情是有一个计划性去做 但亦都是那句,辛苦得来,可能只有七成的回报 譬如直伏,自己喜欢一些高贵,漂亮的东西 所以你个人的挑剔,比较强一直都在这个挑剔那里出现 而且他一体两面,即是缺点偏向一些挑剔那些 但他有一个优点,自己做事要做到最好,做到最高 你自己是会有个观念的 就是说,人家是这样做吗?我不行,我要做到好过他们 然后,死门,这个很有趣的 要么你的生死行业有关的东西 你现在做YouTuber,你访问法科师傅 其实都是接触到一些生死行业 所以假设有一天后,你发科师傅又找到很多 术素师傅又找到很多 你不妨可以找到一些笨尔师傅 都可以的 即是说,我做笨尔比较好一点 哈哈,其实你做漂亮的东西,生死行业是可以的 死日化妆 哈哈 这个我一想 这个锐呢? 锐呢? 这个就容易,一生人多一些小毛病 小病小痛 是的 任就是我自己做的 是的,任就是你自己这个人 所以你个人属于任,你个人会比较多 思考,懂得思考那方面 而因为这里有个任水黑毒病火 所以一些心血,一些熟火熟水的病痛毛病 要注意 都会是这样的 那毛病有种财? 财,OK 财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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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和别人合作 还有财运呢? 是可以和一些 我先看 自己做的事千万不要和别人合作 还有不让别人管得的 你赚钱的东西呢? 你现在做YouTuber 就是属于没有人管理的 嗯 即是说,如果你回公司做事 你就最好整天见不到老闆上司 即是他不会真的走过来 就管住你做事 那就会比较好 还有你的行业最好是可以四围走 会好 赚钱比较好 还有你也有外地的贵人 远方贵人 即是说,简单来说 你财政方面的问题 你出了去外面 就自然会遇到机会 如果大家觉得高师傅是解错盘的 或者可不可以帮小弟 就在留言里解回我的盘出来 让大家去讨论一下 希望不要过了几个月 都没有人留言 小弟万分感谢 有一个重点 我应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由我懂性到现在 由姐姐帮我 去到我自己找 所有的明理师傅 所说的东西都很不同 有人说我是私人 又有人说我大起大跌 更加有人说我诚勢没有出头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我身体差 这个其实不用说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真的有人解判 写在留言里 我会相隔一至两个月 再拍一条片 去说我从小到大发生过的大事 让大家去对应一下 是真还是假 当然如果很真那位师傅 希望他让我请他喝茶 另外再说一些自己的东西 不想听就可以关机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在露台夜拍呢? 因为我转了做iPhone14 我想试试夜拍功能 现在天气凉了 可以去灵探 都不用身水身汗 而且每个人都看我头发的颜色 不顺眼 因为我是不同时段染的 所以要等时间 才可以再染过 等它再长一点才可以再染过 有一次我到街市买东西 有一个人突然叫我主持人 说大哥 我戴着口罩你都认得 他说你的头发颜色很难不记得 那我还应不应该再染上头好呢? 那先说重点吧 希望这么多位高手 可以用奇门遁甲去解释我的判出来 因为始终我觉得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 我明白网络世界是这样的 批评是不需要被任何责任的 但是既然大家觉得高师傅是假的 或者很多人解释得不对的 那不如 你们又尝试一下隔着屏幕去解释盘出来 看看是真还是假 让大家去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铃铛 那我们一更新的时候 你们第一时间之到 跟对구요 优优独播剧场—— drone